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呢 它现在的位置的大概在琉球的南方 今天呢可能会在跟它的西南方的一个热带低压呢 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台风 它原本已经是强烈台风了 那么现在可能会再形成一个更大的台风 那结合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往北北西前进 那么现在它的这个转角的幅度呢 将会决定它对于台湾影响的程度 但不论呢它现在转角的状况如何 估计周末的时候呢 都会对于台湾带来相对比较大的雨势 要特别的注意哦 那因为风向的关系 你要注意台风呢 都是逆时针在转的 所以呢逆时针的话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现象 除非它是直接在台湾的东部 否则的话呢 以它的转向 它反而因为风向吹西北风 或者是西风 或者是西南风 所以呢 东部地区反而隔了一个中央山脉 所以呢东部地区反而会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比较高温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受到这一个转弩肉台风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的是 北部地区就会全天有雨 阴阵雨 降雨几率高达8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0度 但中部地区不受影响 所以呢是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4度 南部地区呢 它则是以夏季的午后短暂雷震雨为主 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至于在东部地区啊 那么最北边的宜兰呢 它的降雨几率高达70%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么花莲呢 则是北花莲可能会偶尔雨 但是呢至于在相对比较南边的南花莲呢 则是要注意哦 反而可能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 台东呢在它的南台东的部分呢 可能会有雨 但是呢北台东的部分呢 也同样的要注意高温炎热 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 至于在澎湖地区也是不受轩然弱台风的影响 所以降雨几率是20% 好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呢 沿岸的这个风浪都会非常的高 所以呢浪高这件事情呢 要特别注意海边的这个朋友们呢 要特别小心了 好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宜兰台东都是28度 高雄以及花莲27度 澎湖是29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是连跌第四个交易日 那么昨天呢其实同样的都是 开盘的时候呢 试图反弹 但是呢最后是开高走低 道成工艺指数最后下跌了280点 收盘指数是31510点 跌幅0.88% 纳斯达克下跌了66.93点 收盘指数是11816点 跌幅0.56% 那么这个标普白指数呢 下跌了31.15点 收盘指数是3955.01点 跌幅0.78% 费城半导体则是下跌了31.24点 收盘指数是2677.38点 跌幅达到了1.15% 所以美国股市呢 从上个礼拜五 包尔的谈话之后呢 就从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连跌四天 反映呢市场对于紧缩货币呢 产生的冲击呢 是高度戒备 那么整个八月份呢 标普白指数呢 因此跌了4.2% 而这个道琼呢 一个月是跌了4.1% 纳斯达克累计一个月的跌幅呢 也达到了4.6% 费城半导体呢 一个月的跌幅更是高达了 9.77% 好那虽然说我们看到说 美股持续的下跌 但台股相关的ADR 其实是涨多的 因为反映昨天台北股市的上涨 台积电上涨了 百分之零点六八 红海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五 月光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五 联电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零七 只有中华电信的ADR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九七 不过台子旗的夜盘呢 仍旧反映美股的持续下跌 下跌了103点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是下跌了2.0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9.55美元 跌幅百分之2.28 拜布兰特原油下跌了2.20美元 每盎司的每桶的报价是95.64美元 跌幅百分之2.25 现在油价呢因为这个沙尔地阿拉伯 虽然说随时可以减彩 但是俄罗斯的媒体说 OPEI Plus并没有计划在短期之内减彩 所以导致油价呢连续性的下跌 再加上呢那么现在呢 OPEI Plus他们内部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呢 显现出来现在需求因为大幅度衰减的关系 供给过剩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个也造成了油价继续的大跌 那再加上美元呢维持的强势 这几个因素都是使得油价在这几天 那么很快速的以北海布兰特原油来看的话呢 一度占上一桶100美元 现在已经拉回到一桶95.64美元了 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涨跌互建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0.36%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1.35%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0.96% 贵金属的修正还在持续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0美元 跌幅达到0.59% 每盎司的报价是1726.20美元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所以这个紧缩货币呢 很明显对股市还有对于贵金属的 这个走势影响是最大的 芝加哥的期货呢跌了2.21% 铜的期货跌了0.92% 然后芝加哥的期货呢是跌了0.43%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并没有继续的上升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元连续 三个交易日的强势 美元指数呢就连续三个交易日呢 小幅的下跌 下跌了0.08个百分点 来到108.69% 因为美元指数的组成当中呢 它是六种货币啊 除了这个欧元加大币 然后英镑日元 瑞士法郎的这些 这里面这其中呢 欧元的占比是最高的 所以只要欧元对美元贬值 美元指数其实就是会上升 然后欧元对美元如果升值的话呢 那么美元指数就会下跌 好 那么事实上的大多数的货币 对美元还是贬值的 比如说英镑续扁0.3% 日元对美元续扁0.17% 但是欧元呢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对美元升值 升值了0.3% 所以你看到美元指数呢 反而是小幅度的下跌 欧元呢对美元来到1.0048美元 对1欧元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央行呢 大幅度升息的声浪越来越高了 好那么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则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税报版本股价指数 下跌了77点 跌幅1.0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85点 跌幅1.37%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则下跌了126点 跌幅0.97% 好回到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首先呢 其实就是以美国来说 美国昨天呢 民间版的小飞农指数 就是民间公司ADP 它是薪资处理公司 它公布呢 整理的8月份的民间就业呢 只有增加13万2000人 它不但比7月份的27万人是腰斩 而且呢 也比这个之前的预测呢 要来的低很多 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呢 服务业呢 吸纳了大量的 这个新增的就业机会 那就是增加了11万人 那么可是呢 金融活动 还有教育 医疗 还有专业 以及企业服务 这几个领域呢 反而是减少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民间版的这一个 新增的就业人数的数据 显示 企业的真财 现在恐怕速度 已经变得比较保守了 那么所以呢 这里面值得关心 另外呢 是欧洲 欧元区呢 昨天公布了他们的通货膨胀率 高达百分之九点一 再创欧元区组成以来的新高水准 而且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任何的触顶的现象 那一般预测呢 在今年底之前 欧元区的通膨率 会来到两位数 超过百分之十 尤其是呢 这里面八月份的核心CPI 年增百分之五点五 显现呢 它现在呢 这个整个物价上涨 已经从能源 食物开始扩增到 许多的 这个其他的项目 再加上呢 俄罗斯呢 它从八月三十一号 也就昨天开始 暂停供应 这个欧洲 这个北溪一号的供气 理由是 这个这个 它的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棒 需要这个重新的维修 好 那这个也推升了 这个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 好 所以一般呢 现在开始呢 已经传出了 就是欧洲央行 在下个礼拜 那么它的这个 利率决策会议当中 恐怕势必要 大幅度的升息 七月份 它已经升息了两码 那么现在呢 呼声很高的是 会不会升息三码 就比照像美国一样 美国六月七月 已经是两度的 各升息三码 现在欧元区 有可能也会 快速的升息 而且现在一般认为 欧元区呢 欧洲央行 在未来的 这到年底之前 还有三次会议 恐怕都要升息 好 这个呢 是支撑欧元呢 相对强势的重要原因 但也使得欧洲股市的 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开始出现了大跌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企业界 现在呢 尤其是在电子产品的 终端消费的部分呢 惠普呢 昨天呢 公布它的财报 那么不但是业绩下滑 而且呢 还把它未来的财测 跟业绩以及未来的 获利呢 通通都往下修 那么反映出来的是 电子产品消费的支出 放缓 而且放缓的速度 非常的快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 全球五大PC品牌 包括了戴尔 宏基 华硕 还有这个惠普 以及联想 通通都提出了 这一个获利的警讯啊 那么显现呢 这个电子终端需求 不但是影响到 它现在这个惠普的 这个报告里头显示呢 三大这个PC领域 包括了这一个 一般的领域啊 包括了这个消费的领域 商用的领域 还有包括了教育的领域 三大领域 通通往下看 通通都出现了 下调的一个状况 那延调机构呢 Trenforce呢 甚至于认为 下半年的这个销量 虽然是旺季 但是忘记不忘 下半年的销量 会比上半年的销量 还要减少 另外呢 零售业低迷 那么但是BaseBuy呢 它也公布了 它财报 上一季呢 铜电销售呢 是年减百分之十二 虽然比预期好 但也凸显出 整个这个需求 减少的一个状况 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 也很让人担忧 好那么瑞银呢 它的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 汪涛呢 就提出来 虽然现在瑞银认为 中国大陆 今年经济成长率 大概预估是百分之三 但也认为百分之三 要维持住都很困难 主要的原因 就是两大因素 一个是疫情反复 而不断地要出现风控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是房地产市场 虽然中国大陆 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 但是呢 从房屋的销售量等数据来看的话呢 房地产市场 仍旧没有回稳 所以呢 在疫情反复 房市没有回稳的情况之下呢 估计经济复苏的力道 仍旧是相当疲弱的 而昨天呢 那么深圳呢 就因为这个新增的 这个这个疫情数字呢 开始往上升 那么突然的宣布 从今天开始 非必要 不准离开深圳 那这个对于 这个很多相关的产业 影响当然是很大的 另外呢 中国大陆官方呢 昨天公布的 制造业的片卖指数呢 继续地维持在50之下 当然它比前一个月相比呢 微幅上扬了0.4 来到49.4 但是呢 仍旧在景气融枯线 50之下 那么凸显出呢 制造业仍旧疲弱 而服务业的部分呢 指数是微幅下滑 虽然在景气融枯线 50之上 但是呢 仍旧是出现了下滑 都凸显出经济的压力 好 所以昨天呢 入港股的部分呢 都是下跌的 上升中和指数下跌了 25点跌幅0.78 深圳城市下跌了 155点跌幅1.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19点跌幅0.1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所以台北股市呢 开低走高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那么开低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大涨了141点 收盘指数回到了 15000点之上 重新站回 五日线月线季线 那么来到 15,095点 涨幅0.95% 存交金额是 2078亿元 而且昨天呢 连外资呢 也都是站在买方 外资呢 买超了 这个3 买超了27.3亿 投信买超了3.3亿 资营商买超了20亿 好 另外呢 现在在市场上 传出来的消息说 美国打算要禁止 回答跟超为的 超级电脑晶片呢 销往中国大陆 当然这个消息 也有可能是 中国大陆经济放缓 所以呢 回答跟超为 必须要做一些 提前的因应了解 那么但是呢 现在这个情况不明 也可能会对于 台积电有所影响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童子贤跟彭商 让面板跟这一个 合作呢 对于未来的景气 都提出了 看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